画面里的这位小帅哥是2003年出生的中国足球运动员李思荣 1月26日刚刚与荷兰海牙俱乐部签下职业合同 因此登上了新闻热搜 一夜之间社交媒体上李思荣的粉丝从2000涨到10万 让他引起注意的原因 还有他的父亲 前国角大连足球功勋球员 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的总经理李明 这是什么呀 是不是那样人 泡泡 太怕 吃完了吗 是大连的工程吧 所以我们都很喜欢的 祝他永远年轻 在赛前 李明感觉了父母的一个要求 全家人和全队人照了一张合影 俱乐部的人说 这场比赛 金州体育场的观众是最多的 大家除了想看时德的粉碑 还有就是要和李明告别 虽然中国足球是球迷心中永远的痛 更有球迷无数次的发过誓 再也不关心中国足球的消息 但是每每有风吹草动 球迷们心如止水的内心 又会无法自拔地扯起波澜 本期节目我们就聊播一下 关心中国足球的朋友 一起看看成长起来的足球二代李四荣 欢迎关注我们的节目 别忘记订阅频道哦 大家好 李明出生于1971年 这是童年时他和母亲的合影 这是李明和哥哥姐姐的合影 当时的李明不到10岁 透露着那个时代的质朴气息 李明出生于大连的一个平民家庭 家住在大连市人民体育场附近 也算是从小受足球分为熏汤 1982年被选入了著名的大连足球运动学校 之后国少 国亲 国澳 国足一线队 职业化后 李明成为大连万达 后来的大连时得的当家球星 跟随大连队获得七次甲衣冠军 一次中超冠军 除了无言 2002年世界杯正赛的大名单 李明的足球生涯都堪称顺风顺水 结束球员生涯后 李明迅速完成身份转换 曾出任过国亲队主帅 现在担任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总经理 李明有一个女儿 一个儿子 作为小儿子的李四荣 堪称是含着金钥式出生 他两岁时 父亲作为足球呈大连的城市英雄 光荣退役 三岁半的女儿天天 和两岁半的孩子聪聪 是李明的宝贝 只要有机会 她就会带着孩子到球场上去 每天去训练前 李明都要哄他们玩一哄 然后亲自送他们去游乐园 李明没有让儿子从校接受足球训练 而是专心读书 直到六年前 将十二岁的李四荣 送往荷兰海牙接受训练 海牙俱乐部是中资俱乐部 有很多优秀的国内球员 都会在这里留养 我刚来荷兰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些压力 比别的球员都差 所以说可能心理上 会有一些压力 加上还要学习 语言在这边又不是我的母语 所以说压力特别大 当时我耳朵都流血了 我爸可能就会开导我 因为他说我踢球比较晚 他说别的小孩都能刺嘴 所以他们比你踢的时间长 当你踢到这么长时间的话 你也可以像他们一样 我就是在踢球的时候 你要比别人努力 这位小朋友便一边不断地 给自己加练 一边努力地学习荷兰语和英语 经过几年的努力 李四荣已经很好地融入 语言也不是问题 据说还在准备荷兰高考 他也最终拿到了 属于自己的第一份合同 从最近接受记者采访的谈吐 李四荣也是显示出了 很高的情商 父亲李明表示 儿子能签约U21的梯队非常开心 因为在U18的梯队 仅仅只有三到四人能够签约 竞争还是十分激烈的 签约是李四荣的努力 与能力最好的证明 但是李明都承认 儿子在能力上 比当年同龄的自己 要稍息一筹 而球迷们说话就比较直接了 在一场2019年的海牙U17 对阵阿甲克斯U17的比赛中 李四荣转二号绿色球衣处战 有球迷看了比赛视频后 评价说 说李四荣未来可期的 那是球盲 他的水准甚至都不像是一个职业球员 跟他爹当年根本不是一个层次的 速度慢跑位不积极 位置感也很差 如果抑制这水平 肯定踢不上核甲 想进国家队也有很大差距 在一部讲述 中国青少年足球的纪录片 足球优少年里 李四荣作为主角出现在第三集 降门胡子在荷兰当中 片中除了李四荣之外 还有一位降门胡子 足球小将王凯冉 也是李四荣的好友 但是接下来大家要听到 的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也是青春期的李四荣 遭遇的伤痛之一 2005年出生的王凯冉 父亲是原青岛海牛俱乐部 足球队员王国栋 当时才14岁的王凯冉 在这部纪录片里 曾经意气风发地对着镜头说 自己下一个小目标 谁到阿甲克斯肺炎诺德 那种顶级俱乐部去踢球 作为队友和兄弟 在李四荣的眼里 王凯冉是一个特别要强的人 很有大直观 应该会往队长的方向发展 两个怀揣着足球梦想的小小少年 一起在异国他乡学习训练 还曾经约定 如果以后能进中国国家队的话 要一起为国足效力 2019年4月 王凯冉代表中国国家少年队 出场比赛 这是他第一次入选国字号球队 却也是最后一次 2020年7月31日 王凯冉与朋友在海滩游玩时 不幸溺水去世 年近15岁 我和李四荣也当然也想过 之后为中国国家队小力 以后我们如果能进中国国家队的话 就很容易在一起聚集 真的特别遗憾 以这种方式认识这位足球少年 当年一级成长的双子星 如今只有李四荣 还要朝着梦想在努力奔跑 尽管国足的成绩总是差强人意 大家一再心灰意冷 甚至以笑话段子来解嘲 竞技体育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世界 也是一个应该被尊重的领域 尤其是正在努力和追求梦想的年轻一代 应该获得更多鼓励 知心期待下一次李四荣在上热搜时 不是因为颜值 而是因为成绩 不是因为父亲 而是因为他自己 最后我足球的梦想是 能进国家队 为中国足球贡献一份力量